加强国家的生物安全是各国的普遍做法 国际上对生物安全问题向来是十分的重视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通过21世纪议程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专门提到生物技术安全问题 我国从保护人民健康 保障国家安全 维护国家常治久安的高度 决定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这次疫情的发生更加凸显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 中国将尽快推动出台 生物安全法 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制度保障体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这是什么國底院 以报应付照字连维护和资议 新闻 Work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